另外南投縣警方在埔里實施加強領檢 沒有想到遇到了一名酒駕男子 以機車高速連續衝破封鎖線 幸好在第三個路障 遠景設置的雞爪釘 刺破嫌犯的機車輪胎 才將這名大膽的酒醉男子順利逮捕 南投縣警方實施加強路檢 突然一臺機車加速衝撞 警方吹哨子 要求騎機車男子停車 但他繼續闖關 第二關男子也硬闖 來到第三關 他速度更快 但這回警方的雞爪釘 讓他徹底認栽 大膽衝撞男子死命不回答重點 但警方還是將他抓過來酒測 果然超過標準值 雖然這名男子借酒壯膽 連衝三關的封鎖線 但警方設置的路障 讓他插刺南非 還有搜證帶當證據 男子想賴也賴不掉 明選田志行 南投報導